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一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翰先生 第一位是媒体人罗友志先生 还有钟年晃先生以及陈明峰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很开心 一年一度的公益蛋糕 又来了呢 你干嘛把蛋糕盒 第七年 你干嘛今天干嘛把蛋糕盒穿在身上 好啊 因为它里面是蛋糕 所以等一下现场要揭开蛋糕盒吧 是蛋糕 OK好 那我们是捐给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已经做30年了 然后呢他们都在照顾很多的儿童癌症非常的高 尤其是儿童的白血病就是儿童血癌 那这个有被早期好好照顾的话 都可以被好好的治疗 那我们大概一年就是可以募到两百万的钱 可以给这些单位 美人姐你刚才讲那个中国中华民国儿童癌症 我其实有 就在我公司后面 去年的时候我的儿子啊 红一个知道 就血交感突然变得很少 我就很担心他是 对 我还讲不下去了 后来后来我也去了解了很多这样 那后来其实他不是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其实我是很节省的人 就在我们公司后面我就去捐钱 那里面的人看到我来我捐了钱 我没有想到美人姐今年的事 支持这个单位 是是是 因为儿童癌症都是很辛苦 而且要花很多钱 而且对很多家庭来讲 真的都是很大的负担这样子 那因为我常常在那个总统府后面的 那个府中市场 买水果 阿姨常常看我们的节目 我每次去买水果他都问我说 我今年要买鱼美人姐 可能还买不到啦 今年当时要买 对啊我其实常常问美人姐 那阿姨你刚才听到美人姐讲 今年开始卖 对对对 阿姨你既然这样讲了 我留多一点给你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要买鱼美人姐 你都没关系 我买送给他 好好好 OK好 我讲一下我们 昨天肖青们看了都非常的感动 是我们今年在上海 你知道两岸的那种 白血病的那个儿童 真的也是 很很多 我们今年在上海的呢 也是捐给上海的一个 儿童医院的白血病的那个小孩 那个也是全家 有一个是去的时候 就是妈妈全身只剩200 所以等不到卖蛋糕的钱 先给他一点 很小 那个小孩才不到两岁 一岁多 那一个是十几岁 差不多十几岁发病的 然后那个最小的那个是 爷爷去借了高利贷 全部爷爷背 那就是 我说那这么多怎么还 爷爷想说他走了就算了 对 对 那个责要多少钱 责要多少好 一个小孩大概 因为有一个等到的骨髓 可是没有钱换 大陆的医疗很可怕 很贵 但是这个呢大概 他只要七万块就可以 但是是人民币 所以上海那个医院就说 希望我们能够集中活力 大概可以救到五个 因为每一个都很花钱 对 那他们这一关可以过去 因为配对到骨髓是很 已经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对 台湾就是贫入差距很大 那天我看到一个新岛先生 他因为以为坐救护车要钱 不敢叫救护车 自己走下去 自己又不怕有 又走一点点的路去救护车 这样穷到这种地步 所以可能一般就是经济好的人 没有感受到 可是普遍上其实是经济不好的 如果碰到小孩子又被这样拖累的话 所以这两百万其实就发挥了作用 对 谢谢大家 好 今天要讲的是 王宋配不配 我们这是低温配送 全程 这个送跟那个送配也可以说 配配 那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说 今天一大早 年华就讲了一个冷笑话 那是乡民的笑话 国父接肝起义十次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肝子 我忘记带肝子 这事情 那因为这个小孩 这个 我们这个选手呢 叶耀文呢 也破脸书说 哎呀这个 就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那还蛮客气 蛮温暖的 那就是想说 为什么 这样的乌龙 大家都想说不能避免吗 当然可以啊 而且 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 叶耀文已经是发生同样事情两次了 你知道这个选手多厉害 他5月份的时候去参加比赛 也是因为肝子没有送到 就临时跟主办单位借了肝子 还拿金牌 就拿一个不顺手的肝子 因为不是自己使用习惯的肝子 还可以拿金牌 这一次7月去哥伦比亚要参加比赛 肝子又没送到 这次没有人要借他啦 因为他又要拿金牌 因为你上次拿金牌 我干嘛借你肝子 我当然不会借你啊 所以这次就是坐在那边看 对啊 因为他没有肝子 那你没有肝子人去干什么 现场有帮他借了一支 但是那个肝子是女生用的 他不能用 因为他那个长度重量 他都不习惯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 可是我们驻地的那个使馆的人啊 为什么不去 我们波哥大应该没有使馆 对 反过代表处什么的 为什么没有人 就帮他到处找一下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错误不应该发生啊 对啊 那为什么海运三个月 那有人说 他的船是26天就可以到 海运到美国不用三个月啊 我寄过海运到美国啊 因为我前年那个时候 要去旧金山演讲 然后 因为我那时候出新书嘛 所以书就先用海运运过去嘛 对啊 不用那么久啊 而且人家其他国家 他没有杆子都可以送得到 为什么我们台湾送得到呢 对啊 我现在想到没说 白人是什么都运得到 我们运得到 对啊 最主要是这个城市太小 波哥大很大啊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首都耶 没有 应该是这样 洪英哥问这个其实是 所有观众的问题就是 是你什么样啊 刚好在你困难 对 那那一天比赛 只有他 也没有杆子 那其他选手是跳青酸的 他的杆子怎么到的 其他选手可能杆子先锯断 到那边用快干胶黏起来 当然就是直的 他不可能去断嘛 我们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这个题目要讨论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可以 就是田径协会的错 跟田径协会的无奈 我觉得我们两面俱程 大家知道他有什么东西 的确可能比较困难 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做的 我直接讲一个 就是田径协会 现在对外来解释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 海运要三个月 刚刚晃哥讲的嘛 那海运三个月 是不是最长的 你拿来说 有没有一个月的 是不是有可能 那第二个就是 他觉得说达标 他有讲说 田径协会秘书王景臣讲 如果选手早一点达标 那我们可以用海运 海运要需要三个月 他五月达标 七月比赛 我们不会负 那问题是 怪他太满达标 现在田径协会被骂了 有讲说 以后只要有可能达标 我们就先送 然后不要等他达标 就是不确定他可以 在晋级下个比赛 我们就先送 这样也不对啦 这样的话你会浪费很多的资源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要空运的话 大概是三万块左右就可以到 空运就可以到 但是田径协会现在 他跟大家解释 他们当时有去询问 那个最大的那一家 使命必达的那家 国际会员公司 他拒绝 那可是这一点 会员公司现在出来讲说 没有啊 你只要到我们网上去点 网友去点 是点得过没有错 可是他有一个但数 就是三公尺以上的货物 就是你要去点 我东西要送到这个哥伦比亚 是可以没有错 可是超过三公尺有但数 还要看飞机机型跟对方收不收 那当时田径协会去跟这一家 使命必达的大的国际会员公司 恰断说他说不行 你要随机 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 那就随机嘛 随机怎么飞 这个选手是飞转三趟 因为我们台湾 没有持飞哥伦比亚的飞机 我们中美洲 连友邦都没有 的确 可是洪怡哥我要跟观众朋友 特别讲的就是 田径协会他没有去转换他的脑筋啊 他说那如果不是穿那个日本 东京有直航 那北京有直航 我们要转三趟 他讲到重点了 东京有直航 那你为什么要转三趟 你去东京转就好了 你台北到东京 东京再直航 就两趟了吗 而且台北到东京是大飞机 东京到哥伦比亚也是大飞机 应该就放得下了 现在是我们要转三趟的过程当中 在中美洲出现了 比较机型小的飞机 超过三公尺的他就不收了 不是台北过去的第一趟不行 所以田径协会显然犯了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错误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一定问说 那北京的国家 那运的够 对啊 那没有那些国家比较小 一堆 一堆 有啊 那没有直飞 那怎么可能没有 一定也有 一定也有 像我们这样没有直飞的 我觉得 其实我跟你讲 哥伦比亚生产竹子 很多人去那边才砍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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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臭 很臭 我很臭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哥伦比亚不算 在中美洲不算是很差的国家 哥伦比亚是大国 都大国 都大国 对 但是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匪夷所事 就算了 我告诉你 不是嘛 因为刚才这样讲我就懂了嘛 我们到日本是大飞机 日本去那边也可以是大飞机嘛 对啊 不是我问你 像这样一个大事情 这个体育总署 体育总署嘛 对不对 可以叫华航亲自帮忙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找华航嘛 华航没有飞哥伦比亚 那就华航可以转运啊 鳳姐讲的这个 他这个整个飞机的连航 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啊 我差不远的 鳳姐讲这个可以 而且如果真的有去拜托的话 或许有机会 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也就是论事 在这件事情之前 你真的去拜托 对方也未必那么热心 现在变成全国都关注的状况 我跟妳讲 如果拜托 他没有热心 那他就是完蛋 你华航 我跟妳讲别的迷航机 迷航航公司 我们不管 你华航啊 对 你只有找交通部嘛 你以前整个行政单位 可以做事 你没有做到你知道吗 我刚刚讲这个是成本的 这如果是你把它看成 是一个大事情的话 你不至于整个官方系统 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把体育当做大事情 现在就是台湾的 这个很大的荒谬就是这样 在今天之前 台湾的东西观 我觉得不是第一次啊 你看我们曾经棒球队员到那边 也是没东西吃的 不是曾经讲过早餐没得吃 这个人已经第二次了 这个人就第二次了 然后只要得什么奖回来之后就 那这个台湾之光 就是我们的 我觉得这只是买 我看台语 台语其实真的很美 你看 买好像买的 这时候就是买好像买的 另外就是你买到买而已 我觉得你只是要或不要 可是每个台湾的政府 都把它做得买到买的 你要嘛就好好做 要嘛就不要做 我觉得这中间 我只要广告时间到了 没关系没有还没有 其实我觉得说 这买通就是说 以前的四大运班的所在很多 其实都跟我们没有直航 对啊 我觉得 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在波兰 波兰我们没有直航 很多地方都没有直航 因为我们的 没有直航 今年的韩国 光州 光州也没有直航啊 韩国 光州 台湾也没直航啊 没有关系 台湾在2017年要办什么 西大运班 多少国家跟台湾没有直航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送到 是这个道理吗 他中间还有成本的问题 刚刚那个凤姐讲的是重点 如果我们华航一趟飞到东京 可不可以再转飞到哥伦比亚 可是他不会是你开不开得出来的 开不开得出来 也就是说你要分开买两段 那现在转三趟是一次开得出来的 我们合作的航空公司要去转三个机 那个叫做偷懒 对那可是他成本会比较贵 这不是成本问题 但这个叶奥文虽然他有得过冠军 可是他在整个田径协会当中 是属于最不重要的 因为他是17岁青少年组 他是还不是我们主要的培训的选手 所以你有得牌 你有没有得牌 对我们来讲 对田径协会来讲 不是他要真的浅花一刀口上的 我大概还在讲说这个秘书长 其实现在很多选手出来挺他 他的确为田径协会付出很多 也没有领薪水 我是说就事论事 田径协会这一次有很严重的疏失 很明显的疏失 可是田径协会 为什么会长期这样做 就是我们其实在看待 像刚刚有这场棒球 棒球选手 其实一定是规格最好的 也早下类似都会没得死 但其实只是那样的 但是你看其他的羽毛球或足球 哪能拿牌的就中事 不能拿牌的就中事 所以这个郑亚文不是被重视的选手 所以就选择比较低的成本 这个人得过金牌 是啊 可是我是觉得说 你交给华航就好 因为华航跟各种不同的航空公司 之间有非常合作的计划 你不用说我真的是 这飞去日本或者华航 搞不好有华航自己的办法 不用啦 这交给台积电就好了 对 如果有这些赞助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现在还没有这些赞助 对嘛 我是说这个觉得 我们体育数好像都没说过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让我无法理解就是说 中华田径协会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刚刚伟翰讲秘书长也不知心 完全就是基于对田径的热爱 好你说我们民间的组织跟政府配合来发展这个单向运动 OK很棒 可是选手出国比赛这种事情 它是代表国家 不管它代表叫中华台北 代表叫台湾 它代表就是这个国家 对 你国家的教育部的体育总署你在干什么 这种事情你不用出面的嘛 然后出事了 被所有的人谴责 体育总署夺起来 叫田径协会秘书长出来道歉 这关田径协会什么事啊 你应该是体育总署 要出来讲清楚嘛 为什么 台湾的国民所得超过2万 我们的贸易量是全球排名前20名 连一根不到5公尺长的竿子都送不出去 不要叫他笑 所以这个体质是这样就过了 我要附和年华跟华 没有人要负责任 我觉得立法院开会以后 一定要追究这件事情的责任 因为现在是立法院修会嘛 我们不能说组织改造 改造以后所有的应该要负责任 当然部会通通不见了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组织改造以后 很多这个譬如说新闻局 反正有个新闻局 然后什么发言人都可以找他 那新闻局不见以后呢 结果去找那个什么行政院发言人 发言人士嘛 对 结果都发现好像通通隐形了 这次也是一样啊 还有上次一个什么事情也一样 他从来变到一个部会以后 大家就找不到那个部会了 找不到负责任 我觉得这是组织改造很荒谬的事情 然后像这种事情 现在立法院在修会 我觉得那个什么文会的 这是内政还是体育文化 这是内政 应该是内政吧 教育文会 因为体育总署在教育部 你看多不重视啊 对嘛 其他在哪一个文会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 体育总署在教育部 他病得太离谱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如果教育委员会 没有提出来的咨询 没有提出来要求官方的单位 要乘除的话 他其实在农业委员会 不是 但他是干子嘛 教育部最近忙 干子是有一个纖维的好不好 这有基础纖维的 不准弄克刚 我真的想要把林华哥那句话 把它放大 教育部这次的你的责任 大到无法想象 你真的不晓得你在干什么 你觉得一根干子而已 但是我反而要讲 你连一个杆子都处理不好 你还要干什么教育部 我真的不想 我在脸书上才能分享一个故事 他只会抓人啊 对啊 他抓人给抓了好了 我只会再放大 连一本书跟一个杆子 都处理不好 这教育部也不要 你下次最好不要去教育部裁判 接下來很危险 巴西要不要搬奥运 要 巴西有没有直行 没有 我搞不好连科棒球都运不出去 沒關係 因为我们乘班跳不进奥运 所以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有很多国家就惨了 如果有进奥运的话 因为没有直行 没有啦 其实很多 也许很多人会讲说 不就一个杆子嘛 可以有一些事情 我们讲说 一夜落而知秋 是 对 没错 我就想讲 我刚才想讲我写的故事就是 我成一个朋友开餐厅 我去到餐厅吃西餐 她是处女座的一个女生 然后吃完之后呢 服务生送咖啡上来 然后看到咖啡我就 因为我胃食道逆流 我不能喝咖啡 我朋友长时间就知道了 他一看到他说 谁弄的 他那个服务生一来 然后他反服务生说 来跟我重来 他一路从印门 一路教 教点菜 然后叮菜 叫菜 他全部都叫了 然后最后把红茶 因为我点的是热红 我写HC HT嘛 我写热红 他看到热红 所以来有志你的热红茶 我说 这厉害要做啥 这没有必要嘛 换一个红茶就好 我跟你讲 那句话就是 就是要给教育部听的 他跟我讲那句话非常重要 他跟我讲 有志 我如果连一杯红茶 都送不到 我跟你讲我餐厅不用开了 没错 教育部你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一个我的朋友 他开一家餐厅 他这么严谨的 最后一个饭后餐点的一杯饮料 他重来一次 他说 我连一杯红茶都送不到你桌上 这餐厅我不开了 你一个教育部 你连一只杆子 都送不到选手的手上 你教育部还要开什么 你一本书都搞不好了 你要所有学生在你门口叫又闹 你才能弄得好 教育部 我不晓得你这次 完全不用负责任吗 我觉得最近网友有一个成语 我觉得用得真好 最近不是大成语嘛 这个成语叫 甘林老师 甘子啊你老师失去 我真的借用这个谐音 我还骂你教育部 我真的你这是甘林老师 真的 你教育部也不用开了 真的不用开了 这是新成语啊 这是最新的成语 你甘子老师失去 老师丢掉 其实最主要就是 刚刚有一次讲 教育部 他根本不会管这个事情 他本来也不知道 这个叶耀文 他之前五月借甘子得到冠军 是这一次又没有 才一次双出来 他五月得到冠军 我们有没有大幅去报道说 叶耀文没有 这种青少年级的运动比赛 在台湾是不被重视的 而且体育署跟这个田径协会 也就是赌一把 其实你看 其实台湾有个鸟人叫谢家翰嘛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在青少年组的时候 他也遇过 也就是送肝不能送 说我们去现场戒 就一到现场一看 那个东西不好用 只好在旁边看 青少年选手在台湾 不是一个人会遇到 所以其实这一次 他们就会被哥伦比亚耍了 因为对方有跟他 确认这个叶耀文可以用的 肝的长度 4公尺82 再加上他的磅数 体重等等 都OK了 就一到现场变女用的 不能用 其他国家的选手都很近看 很多国家都想耍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弄到 我看很多人都会耍我们 所以其实 因为中美洲的国家 现在有很多的田径 这都是友邦耶 不 那个是友邦 那已经断交了 那都是要去 这种田径比赛 本来就耳于我炸 人家耍的也是正常 我们有洪杜拉斯嘛 从洪杜拉斯掉一个竿子 过去已经更难了 而且这加上这样的交因素 就更复杂了 附近有友邦 而且其实也不要讲友邦 你只要成本加上去的话 其实是可以 愿意做的话 但是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从美国买阿密 紧紧买一根运过去都可以 这一次的网路发酵 大家全民训练 欸 淘宝啊 不要闹了啦 撑上去到一半断掉怎么办 是啊 撑上看啊 所以其实就是 真的其实就体现出 我们台湾的体育 都是在他成名之前 在他夺牌 而且是夺大牌之前 都是靠自己在拼的啦 多少的委屈啊 还有的话 我很赞成有一次刚刚讲的话 我在当兵的时候 大概民国72年 1984年 那时候我们的军车啊 军用卡车 是1939年的军用卡车 你再讲一遍 對啊 1939年 我当兵的时候也是 1984年 我们用的是1939年的 那卡车都比我们老啊 45年前的车啊 对啊 这以前的车就是好啊 对 不是好啊 那就没办法啊 它能不能开 它可以开 好 我的妈呀 那可是呢 因为常常零件坏掉 对啊 那我作为一个补给室 军介室 我们连长就说 你知道吼 要装检了吼 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啊 你自己改管 连长我也没办法 你解决了 放荣誉架 没有解决 不好意思 关紧 关紧 我们要想办法 对啊 那怎么办 去借啊 去哪里借 找看哪里有一九 同样的车型的 对啊 那有车厂 外面没有一九三九 外面找不到啦 那个借只能去一楼 所以你去隔壁连借 你都要拆拆嘛 然后呢 就跟他说 装检了 拜託就听下去 就用一招 装检过后再采回去给他 可是 那个情况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使命必达 嗯 就叫做使命必达 不然呢 我老实讲 我不太喜欢去讲什么 田径协会的秘书长是 是没有自信的 为什么 不然你不要做 你看多少人要做 嗯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做 我才有几十个人下去拼啊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个权利啊 出国啊 他可支配的资源跟他的名 其实是很大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你想做 你不要讲你不知心 那不知心大家都可以做不好 你不知心但你要把事情做好 这个事情就是理由 不然就不要做 对 不然就不要交给别人做 所以 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国家要进步 出错不是不会有 但是出错要成熟 对 这就是责任制嘛 不然事情再过了 有边再发生一个 大家又讲了一百个理由 好啦 就一百个理由都合理 那是怎么办 国家是怎么办 是不是 好 我觉得大家除了 今天除了让他生气的 除了是甘子梅送到的学手 那让那个学手 你知道我们是体会那个委屈 那个也就算了 如果今天呢 我相信如果那个田秘书长 他今天出来讲 他说啊 不好意思 我错了 我现在 我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发生 我就是错了 主要是因为他讲了太多的理由 那理由还要伟汉来帮他解释 你看伟汉说实在 他也想尽办法 很多网友帮他做的解释 我现在的民众谁要听你解释 事情就是发生了 这个人就是没拿到甘子 这个人到现在就是甘林老师 你从头到尾 他就没有这只甘子 那大家心里面就是甘林老师 一直生气生气 我觉得同一个讲得很好 你不是不能做 你只是那种心态 你在电视上那种嘴脸 让大家生气 你看网友气的 不是说他没做到 是你连没做到你的态度 都是浪漫 通常做错的 这就是出来解释 他为什么做不到 对不对 不然就是他根本也不出来解释 对不对 你知道你不是讲说 陶渊机场跑道 好多人跟我讲说 原来就是这样 难怪我们飞机都大延了 对最近啊 很多人不知道是这个原因 是啊 就在维护跑道 最近不是少棒赛吗 U12嘛 对 在台湾 12岁级的世界少棒赛 对 日本 日本是强队喔 嗯 日本大概有可能拿冠军 有可能 四千之一 日本对美国 美国其实也蛮强 美国是上届的冠军 美国已经拿两届冠军了 对 那日本要美国拼 绝对不能输啊 对 结果因为有六个球员 都是主将 已经迟到不止一次了 他说有大概两次 都是迟到15分钟 教练就那些六个都不用下场 叫他们去看台喔 不是在 在休息室 日本队 教练就说 教练说输赢不重要 教育才重要 告诉他们正确的观念 人治民旧教练 老实讲一场输赢算什么 可是一辈子的观念都重要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教育那些 跟小孩子讲说 大人犯错 大人其实要认错 大人不只认错 大人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改变 对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 还要 这红秀柱这个议题不就定了吗 还会变吗 那大家要先问一下凤姐 没有啊 凤姐 凤姐 有人一直很希望她变 那我在侏罗三人讲的 就问侏罗三人 侏罗三人哪一天讲的 他不是行政院的误问吗 有一个前师吧 没有 那个是周玉寇说 他说 他说 这位跟国民党核心高层交好的人士 是常隆集团很尊重的国师 猪罗三人 然后呢 据了解 马英九总统跟吴敦利副总统 过去曾经跟他聊天情谊 国民党副主席阶层的人士 在全代会之前 全代会 7月19号 是19号 曾向侏罗三人表达 对于总统选举一蹶不振 洪秀柱民调下落 是不可为的忧虑 那周玉寇呢就写说 一旦洪秀柱退选 国民党的最佳翻盘组合 据了解有人向党内核心建议 由吴敦毅接下 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跟王金平形成吴王佩 并且设法跟亲民党主席宋处于整合 用吴王宋三人组 打一场不可能的战役 才能够避免国民党落入败王惨境的机会 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国民党还想要換人 还有人在运作嘛 国民党有人想要換人 有人想要換人 国民党有人想要換人 这个配不会成型嘛 有王金平就不用谈了 只要有王金平就不用谈了 因为马英九不可能接受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不要忽视马英九卡王的决心 来来来 我这边有侏罗三人士 他是7月26号到8月4号的诗 OK 千方百计天蝉变 千方百计天蝉变 云散长空月在庚 夜雨打花两片蟹 秋风劫子一枝蓉 没有讲到七夕事变啊 他讲的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千诗啦 我觉得这侏罗三人最近还蛮忙的 他是讲这个啦 林冠灌带非天命 积德清闲自保真 堪探正情如指薄 如今弄假却成真 他说那个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结果现在变成真 然后他才后来他说三人断约 五五端阳朱却亭 六六神河悲道理 七七事变叛冬天 八八秋分代月圆 就是说这个所以还有变化的可能 他用这个字啦 我觉得变的可能是不大啦 变什么人都不好啦 对 你相信吗 你现在国民党换比不换还惨啊 我为什么这样讲齁 其实说讲起来其实是国家的大议题 例如高雄七报 这个已经满一周年了 去年7月31号快一年了 中文时报是花两个版 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好 那两个版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大林浦啊 居民是这个不断的离矮 然后这个早上起来空气就很糟 但是千场遥遥无奇 大林浦 然后又讲那个大赦 大赦也同样 所以居民都很无奈 然后就回去探讨说 这个五清 那个后境啊 我在我早上问民国七十多年的时候 那时候经济部长 应该是陈旅安还是肖万昌 当时的行政委长我记得是郝伯春 然后他们就找 找经济部长下去 说服后境五清的居民 说啊 设五清啊 没关系啊 后来最后得出来就说 他们赔了一笔钱 国家给了一笔钱 再来就是承诺二十五年后 要签厂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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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笔 可是 他说喔 抗争三年很辛苦 要争那个二十五年的承诺很辛苦 可是他说 接下来土地的整治还要再三十年 对 因为他都被污染 被污染 那 你若是一个三十岁参加抗争的人 抗争三年 争到一个二十五年的承诺 所以那时候几岁 你就是三十五年到吗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那再三十年 还我清淨的土地 八十八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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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气不要看不到 八十八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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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现在是担心说 地底下的那些管线 其实都还在 衛报团都在 好 OK 充满了高雄人的无奈 那 这有要听吗 不 现在是 陈菊公 那这样 既然我们污染都在我们这里 他就 按到那个地方自治条例 同一个管线自治条例 管线自治条例就说 那所有在这边设施化厂的 总公司都给我签来这里 至少你税放在这里 至少你会关心这里 可是行政院前几天有拿博会啊 对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 行政院就说 哦 那违反自治条例喔 有没有违反自治条例 我不是法律专家 但是 你高雄人在呼喊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这就是王金明讲说 南部也可以绿油油 对吧 南部绿油油也不好 我知道 绿油油不是很好 就是应该有两党政治 可是我问你就是说 那高雄人在痛苦 那些人在呼喊的时候 在呼喊的时候 你到底听说什么 你一直说这个不行 那不行 总公司不要签 违反自治条例 什么管线怎么样 OK 都OK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去看看综油 综油的总部在哪里 在送人路那里 信义计划区 对 你看那栋多栋 你看那栋多漂亮 我无意这样讲综油不好 我意思是说 你这过去的生活的时候 你有想到说 你那时候 你现在高雄的恐惧跟不安 那中央要做什么 陈菊提出这个的时候 就知道说中央会反对 可是陈菊为什么要提这个 因为没有办法解决 高雄从七八到现在一年来的问题 那如果你把总公司放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的公司在那边 你会不会注意一点 你会比较注意 第一个不要再爆了 而且你生活环境要改变嘛 不然我总经理董事长在那边上班 我也会跟着状态 我只在那边上班 他可能也住在那里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行政院谈的是 知识条例 法条的问题跟税的问题 那这样总公司放你那边 那个税 就被你高雄市政府收走了 那个职业税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太 呆了吗 太呆了 就是我现在如果这个时间点 下去帮你真的把管线通通 签到所谓靠近海边那个地方 南部还会玉绿油油吗 大家就会想说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从头到尾都在想说 是你们男 就像那个有个 不是 我签过去 民主都是绿色去得到的 我才不要 他们就是这样子想 我台籍做你的民主 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这样的 就是糟糕 就是说 觉得都是我们帮你做的 就像那个权理长 权理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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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到说这是什么人做 什么人做的 对啊 所以权理长会说是 权理长说台湾人对不起国民党 就是这种心态啊 他根本开机拿朱立伦做民主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少 你看今天洪秀柱又发表两个所谓 发言人 一个是陈玉梅 我没有遇见 另外一个是谁 谢龙介 赞 赞 赞龙介是怎样 赞 赞龙介是怎样 他虽然是所谓台南的人 是党部族 对 但是我一样的讲话完全都不是反映台南的乡亲 跟中部的乡亲 他就做台南 他没变成台南的意见 对 也意见就是 就是借用马来九那句话叫 消叫人好嘛 对不对 前面三个字是什么 邪 邪什么责啊 对 邪什么责啊 所以 李逢就说你已经是这个调了 然后你的发言人呢 又跟你是同一个调 难怪整个国民党 像昨天蔡正远跟那个谁啊 邱毅竟然跑出来开伎也会 他说 蔡英伟你不要这样嘛 你不要去被暗中资助的课纲的学生 要把我们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呢 训练成为ISS的那个什么人 我觉得 我觉得 蔡正远真的是有够感的 你知道吗 他在上一次那个台北市长选举 已经够语出惊人了 这次还要出来帮火丘柱打中仗吗 诶 这个话 对蔡英伦没有影响 对学生没有影响 但对学生家长是有影响的啊 对啊 不是 原因是说 应该没有学生家长会听得进去吧 会相信嘛 会说 蔡英伦把他训练成为ISS 真训练成ISS 蔡英伦还能坐在那边讲话吗 先被处理掉 对啊 不是啦 我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在课纲上面 因为感觉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受这个 不用再受这个教育了 可是我们大人好像也没有站出来 做一些事情 都是小孩自己在拼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 我那天在想 就是说其实家长的想法也没有不好 我们那天不是有一个学生来吗 就朋友说 你们这样鼓励的小孩 也不然这个小孩头头好 有点太多 也不然比较匆忙的 他如果说这样唱都没关系 像去总统府省开床 大事 你们这些大人要扶着吗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要改水整半部 他说的 他说的也言之成礼嘛 对吗 主要是大人就是没有做事情 让这些小孩去冲 这个比喻不恰当 是吗 可是人家可不可以这样联想 可以吗 现在是自动自发 对于台中一周可以去码 码课纲才是 你就可以去冲 我现在就是大家为难 就是说小孩的事情 让小孩单纯 因为我们如果大人进去 那些洞就说 政党又介入了 只是这样 可是看起来小孩去冲 其实大人也是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是没错啦 对不对 不然你出了什么事情 现在都有一个 所以你蔡政党就不愿意讲这种话 你又是三风点火 所以我说她的话 对这些孩子的家长有没有影响 就是很糟糕嘛 你应该回去检讨你教育部 为什么整个要求 行政法院判你要公开的部分 你为什么不公开 你那些委员 你都拿政府的钱去审这些课纲 那你我百年教育 我如果敢讲话 我就敢公开 我问你 敏锋他们换不了红袖柱 就用这样的方式提油救火吗 是啊 所以就全部火烧起来了 我不能说知道 那到底红袖柱会不会换掉 你有内幕嘛 你讲嘛 不是啦 这个东西是这样啦 就是说 其实这东西 大家对它的不满意 大家也都知道嘛 对不对 然后到底会不会换掉 我觉得党内有人想换掉它 但是结果 我跟你讲 不大 应该是换不掉 不大 想换掉它的人头发长不长 什么事 我同你讲齁 那个人齁 头发有没有白头发 我同你讲齁 不是 想换掉它的人是很多人 不只那个人 是哪个人 包括身高很长 跟竹竿一样很大的人 都想换掉它 做危机有一点问题吗 都想换掉它 那就是说 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整合嘛 那可是你换掉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还是会回到原点 就是有人还是要继续卡王 然后有人还是要继续卡谁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无畏 你要从后面这个点 开始解决之后 你才有换 要换掉它 对 你知道才能换掉它的可能性吗 所以大家都想要换掉它 没有错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现在的情绪 你记不记得那个甘丹 带来的那个联系吗 哇哇哇 其实我感觉齁 如果没有選计齁 克刚这个事情 不会闹那么大 对 台湾很多事情都因为选举 所以会事情大家 就越冲撞 越越... 那个结论会越出来 对 洪秀柱其实我并不想讨论 我说郭民党又换三个人 他就是他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那个 反克纲这个事 看似是反克纲 它其实是国家认同的问题 这个才严重 我讲一件事 大家参考看看 昨天有一个人投诉 他说 有一个土耳其人 问台湾的一堆硕博士 说台湾有什么叫台湾 比如说考倒一堆硕博士 没人答得出来 应该会考倒台湾大多数的人 对 然后呢 我才了解说 原来台湾的名字 它是希拉雅的语言 平埔族希拉雅族的语言 是 它是在... 应该是海边的沙洲 或者说台湾 这很多人解释不同 有人说是海上来的客人 海上来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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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大圆 大圆 大圆 有人说它是大湾 大湾 OK 我们可能不知道台湾的由来 可是我们都知道 长江黄河流经哪些生 你有背过吗 知道背过 我们还知道长江黄河的发源地 发源地也都知道 你记忆太好了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佐水溪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以前是不教台湾史的 我们是到1997年 国中的社会科 才有认识台湾这一科 我们到1999年高中才教台湾史 95课纲到98课纲 台湾史才独立长测 这样子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以前不教 现在大家教的时候 大家在不在意 在啊 大家就希望说 多认识台湾 我再讲一件事就是 欧巴马 他最近回去访问肯雅 肯雅就是他 他父亲的出生部 他在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他就回去肯雅了 回去肯雅以后呢 那时候他的爸爸车祸刚去世 但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在 所以他就跟他们住 住在一起 他阿嬷也在 他有去问候阿嬷 但是这个从肯雅非洲来的总统 他宣称自己是哪里人 是什么人 哪一国人 美国人啊 他 美国人啊 那如果是中国会叫我们 叫做什么人 中国人 就是差别啊 我就是搞不懂啊 而且重点是肯雅的总统 并没有说 美国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 因为你们总统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 你知道 我们来看一个 其实我也一直搞不懂 最近我终于把它搞懂 我们在南海有所谓十一段线 中国叫九段线 我们叫十一段线 好 这是1947年 郭民党来台湾的时候 说这个都属于中华民国的 南海这里 他是把东沙、西沙、南沙的这个岛屿 小岛的跟各国之间取一个中间值 然后画出所谓的十一段线 有一个很小的岛很小的岛这样画出 到海南岛这里叫做十一段线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将界 那中国这个把国民党赶走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之后 他就把这两段拿掉 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嘛 海南岛本来就是他的啊 海南岛就是他的嘛 所以他就把这两段拿掉 所以中国只有叫做九段线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我们宣称我们有十一段线 我想请问这我们的吗 都已经画到人家菲律宾家门口了 你也差不多耶 这我们的吗 我们干嘛 要这样欺骗我们自己吗 我们控制得了吗 当然控制 我们只控制一个太平岛而已啊 对 更何况中国上来以后 他也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啊 他根本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对不对 所以 这样年过半百分的女人 你要说你是几岁 穿雪像几岁都可以 问题有没有人要相信 对 对 这是很好的比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教实材的东西嘛 对 这是假的嘛 我们干嘛在这边欺骗自己 欺骗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也没有人一个人相信你啊 只有要教育我们的小孩 相信一个假话 我们的土地就是台湾这些小孩而已 还有一个太平岛在这里 这样而已 还有一个东营吧 东营算东沙群岛 对 那为什么我说 其实这里都不是我们的你知道吗 因为最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叫哈里斯 哈里斯他在一场 第七舰队 太平洋舰队 对 他说过去45年 福利宾有人妈来带来台湾 总共啊填海造了100英亩的土地 你知道中国在过去一年半18个月 造了多少 有字猜猜看 不好猜 他造了 没有那么大 他造了3000英亩 对 我们过去45年 四个国家造100英亩 他一年半造了3000英亩 30倍哦 3000英亩多大呢 1214公顷 有啊 问过中国解放军啊 那他说中国到处都在建设 对 美人我告诉你 你懂吗 那你造路就是建设之一部分啊 对 中国在永暑礁造了一个跑道 美国用这个测量说是3048公尺 美国说这个很严重非常严重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小飞机不需要这种跑道 对啊 这个跑道是要开类似美国V52重轰炸机那种跑道 对 第二个他不只V52重轰炸机 他连太空梭都可以降落 好长度要够嘛 太空梭速度太快了 对 他比747所需要的跑道还加900公尺 他又盖了深水港 你以为他要干嘛 可以停潜艇跟大型的军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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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 对不起 我再拿一下 中国在这里 盖了1200多公顷的土地 那干嘛 而有造了那么多跑道干嘛 我们还要再去跟我们的小孩说 这是我们的吗 这小孩只能接受吗 小孩会错乱 我是实在的 我从另外一个观点看 当然这种东西都不切实际啦 包括就是说 就有人骂这个什么 岩岭震南什么钓鱼台是谁的 谁的这样 其实钓鱼台本来就不是我们在实际上控管的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当然不切实际 因为我们不急于这个东西 但问题是他曾经是 曾经是就是二战留下来的 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 然后中共就追在我们后面说 他们要化成九段线 那美国是要我们完全放弃这个主张 因为这跟中国一样嘛 对 放弃这个主张之后呢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放弃 因为他也不是说要让给中国九段线 他是要整个进来这里嘛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说 台湾在这个 为什么这个 几段线流行突然 这阵子突然吵起来 红起来的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 我觉得我们在历史上 大家有个默契在 所以否则的话 他就拿走就好 要干嘛 是是是 我不是叫 所以美国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叫我们放弃 我要告诉我们要务实 就如同 就如同那个帕米尔高原的喷刺盒 不是我们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 我们是在中美之间 是一个非常好的筹码了 因为美国人要我们放弃 我们不可能 然后中国 如果中国也要靠我们撑着 他才有所谓九段线的论战嘛 论点 可是他有承认你中华民国吗 就是不承认 但是 这个就变贏的筹码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你就没有九段线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过程都是 我们的筹码 如果都被人家用 用一点高粮 什么白杆啊 灌一灌 然后就忘记了你知道吗 这问题就是这里 我们台湾人自己放弃自己的 去全力去争取的 如果中共没有依照我们 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 他没有后面的九段线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要承认中华民国 是 他应该承认中华民国 他哪有承认法 没有嘛 所以那些 他承认1949年之前 他的九段线 是根据国际法的国家继承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 被他灭亡了 所以他合法继承了 中华民国所有的领土 我感觉中国也不要那么啰嗦 干脆你改国号 都你的 所以现在 没有 那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华民国 没有灭亡 我们才有十一段线 没有没有灭亡他不管 他现在是继承了1949年 没有 他九段线还没有成 所以 刚才黄一哥在讲 现在一千多公顷的土地在 这个南海这边 一千两百公顷 一千两百公顷 他在做 他就是要去征那一区的主导权 他会有军舰 会有飞机 他实质想要影响那个地方 跟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 他根本不管啊 所以有一个内幕讲说 毛泽东后来很后悔改国号 对啊 没错 这是事实啊 他如果毛泽东 当时不改国号 叫中华民国 所以 现在台湾就独立了 所以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美国会冒我们 跟中共是同一路线 同一战线 因为我们这一定要嘛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孩子想 我们的孩子想 就是说 台湾到底是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什么级 最北边 白级啊 煞烈凌凌 煞烈凌凌 真的是我们的最北北 我给你更会记得哦 不过你刚刚讲 你刚刚讲 不是李江跟黑龙江的交叉口 是我们的吉東吗 这个我让我讲一分钟 他去那么多深水港 去那么多跑道 其实要整个控制 对啊 这个对日本 对韩国 对这个周遭越南 菲律宾影响都很大 对台湾都没有 菲律宾已经排华了 其实对台湾影响更大 对啊 这就是定义去会通 所以菲律宾也要跑去 总统也要跑去日本骂那个 骂习近平是一个很难听 骂又一个很难听的 而且菲律宾已经告到 海牙国际法庭了 结果台湾竟然不能旁听 糟糕 所以我们不能轻忠嘛 是不是 我们才维持我们自己的主权嘛 来我们先休息 尽管告 那个台湾的由来 台南素乎的一般体 安平素乎 对… 安平素乎外面 新闻 新闻 放画画 回到我们的现场 问一下米凤 要把红秀柱板倒要有新的人 对不对 我们先讲宋楚瑜二十年了 十六年了 从我… 两千年到现在十四年了 从我年少讲到渐入中年 应该是老年了吧 好恐怖喔 少小离家老大 如果二十年是从他选省长 有啦 1994年他会来 四百年来第一站 1994年就是在讲他跟着第一站 那你为什么要从四百年第一站开始 对 要从中央 四百年来第一站 对啊 那是当年陈定兰打的口号 人家八月六号要宣布参选了啦 今天…对 周堪写了 八月六号宋楚瑜要… 上礼拜刘雄在节目中就讲 他说不是八月三号就八月六号 八月六号啦 不过其实我们就事论事啦 就是如果宋楚瑜真的跟 王金平搭檔出来选 他觉得他能选上总统吗 我相信他不是笨蛋 要选上的难度很高 几乎是不可能了 可是他选总统 他可以带动整个 他的部分区的政党票 跟他现在至少有五个的区域立委嘛 所以如果以我党主席的责任 跟我要继续维持民意的热度 我就得参选嘛 我不参选 难道我还去 那很其他的立法院的什么 对不对 所以王金平他现在很想要能够 那等一下王金平如果跟宋楚瑜搭檔 那王金平肯定得退党啊 王金平没有不可能出来跟宋楚瑜搭檔了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王金平的动作最近非常 所以他真的只能找刘文雄了吗 蛤 不会 他一定会找一个很奇怪的人 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奇怪的人 然后名字后面都有个熊的 不是刘文雄 庄瑞熊 其实王金平最近动作很有趣哦 对 真的 他的脸书有一个粉丝团 叫台湾公斗杯 其实那个粉丝团成立很久了 可是他 没有受到重视 他原本是设不公开 后来是在上个礼拜 突然从不公开变成公开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了嘛 那他那个粉丝团说出来 他经营得很棒 就是后面有一些高手在帮他 整个编辑计划那个粉丝团 他不是说那个图表是精美的 对 然后那个所有重点都非常的到位 他觉得还有懒人包耶 有 最重要是 他抓那个时事的议题抓得很准 像他学生冲进教育部部长式的 隔天他的脸书就po了 用漫画图卡式的叫做 这个克刚的懒人包 就说这次为什么很多人要反这个 所谓的黑箱克刚 他从他的一开始的起源到中间过程 总共做了九张图片 你不完全对克刚完全没了解的人 你去看完那九张图片 你大概心里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会建议克文哲去看一下 所以他支持缓克刚 对 看起来是 王振平支持缓克刚 对 他的表演很好笑 就是克刚我有一条的客观分析 对 意思是说现在那个是不客观 现在国民党这些人的言论都是不客观 然后最后那个 果然是蓝蹄台股 而且那个图画都很精美 大家说真的是有叫公安公司去全面操作的 所以王振平的动作很有趣喔 他跟以前不一样 他几乎都是开战 他现在变成开战了 你看王振平去立法院 对谁开战 党内啊 对国民党开战 对洪秀柱嘛 其实依照这种言论应该要开除党籍的 如果比照激国动言论的话 真的咧 就是克刚 对 王振平到彰化去 王振平到彰化 没有碰到洪秀柱嘛 对 二十分钟 我也没 就是彰化 入港选出来的 洪秀柱 对啊 王振平 我们有帮他 洪秀柱去彰化 没有看到这个人也帮他一个忙了 对不对 这样是因为 然后他这次就带乡亲去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 我告诉你 立法院每天都有立委带乡亲去那个 这么什么会客室看那个立法院的简介 那个如果王振平每一场都要去的话 我好像比他累死了 可是他那场就特别去 然后陪我们看完 去看王振美的相亲 对 对 因为会是立法院看那个简介 你有去看过吗 就是一进去红楼那一间嘛 还致辞了半小时 对 还大大 那是多少相亲 在那个全座 全座 全座多少不重要 譬如说王振平温暖 跟他说话 对 那座每个都一两个人 然后通常看完那个 就会到对面那个康远吃饭 这个是立法院必有的行程 旅游行程 对 然后王院长在那边称赞了王振美 半个小时 然后那王振美回 那个出来的时候 我贪中了 王建民叫大家不分蓝绿 不要分蓝绿 要选人不要看政党 所以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喔 他是在打暗号 你知道吗 他说 我虽然表现上我是想奖立法委员的选举 可是总统选举是不是也一样 不要分蓝绿啊 选人就好 对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看他怎么讲 不要看他怎么做 刚刚 那个敏凤姐讲说 他的CG做得很漂亮 看一下他CG有没有漂亮 这很专业啊 我的脸书绝对没办法做这么漂亮 我自己做小画家 不可能做这么漂亮 这我们自己做不到 这看官公司在做的啦 他下面其实有写的 你看看官公司 看官公司 粉丝团的应援团做的耶 他不是说我去借谁的图 对 他刚刚微调的现况与思考 然后你看他 后面 他全部由CG 流程应该是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王金平的粉丝团 那有 事实上吴敦亦也有 可是吴敦亦说 那个跟他完全没关系 那不知道是谁热情的网友 但王金平他没有否认说 这个就是他官方的啊 就是他的 算是有他认识的人帮他做的 那你看他在这边 直接把客缸的东西 等一下画一下内容好不好 他如何评论 先看第一个 他应该有这样的程序 客缸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要改客缸应该是照这个流程 要客发会要研发 然后会有一个工作圈 解答小组 学科中心 基层教师工厅会 首二年国教客发会 然后再到第二步 就客审会 然后这里有12年国教客审会 高中职的职主的会议 还有12年国教客审会的大会 那接下来才是教育部的核发 对 好 那现在修正内容的争议 就是造成了违反客缸 撰写原则哦 违反哦 欠缺专业之士 台湾史你看 展现大汉族主义哦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命定史观 对 这完全就是反客缸的角度 你说国民党啊 每天什么要医化 或要什么网络上怎样 人家王院长做得那么清楚 来 再来 这边有讲 他已经欠缺专业之士跟这个 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 这就是争议嘛 哦 还有违反客缸主义 他是主义解释 主义解释 我们上次有在谈 日本的 日本统治又加了一个殖民嘛 对 然后这边接收 然后改成光复 然后慰安复叫 妇女被迫做慰安复 对 那这边 真一点不是内容 是文字 可是妇女被迫做慰安复 有什么不一样 争议嘛 没有 美人是这样 就是说世界各国民主国家有个共识 在写历史 就是写教科书的时候 尽量不要加入主观的个人价值判断 OK 因为你被迫 就一定是负面嘛 那你除非告诉我们 当时去做慰安复的 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而且如果要写慰安复这一段 为什么不写八三腰 嗯 对不对 国民党也干过八三腰的事情 那就慰安嘛 那就告诉你八三腰也有自愿的 所以其实换个意思是说 你今天要做一个历史的陈述的时候 它下面会有子题 你母题出来子题再去讲个案 对 但是你在母题当中 你是不是需要加这个字 慰安复的描述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对嘛 等一下再看好不好 等一下再看 先休息一下 这是王金平观点 这是画舌天图 你这是客观改 是不是画舌天图 这是画舌天图 啊 都讨讨过 看一个就是没有讨论过 就是至少他有他的语 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说教育部现在跟大家讲 有争议调整周23% 所以才叫微调嘛 可是他实际算出有60%哦 那这一点的话 显然跟国民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他是引述台大历史系 周安雅老师算出来的 那他把它做出来 那大家都会想要知道就是 你今天讲了这么多中性的评论之外 教育部这些学生冲进去 你公道博 你现在又公道博啊 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在最后一页还有 那个看法很有趣 我们直接到最后一页 把它过成 好 我们想说 我们可以再进来特写一点 反克当学生跟民众23号闯入教育部 教育部长吴思华 谴责学生违法 依法提告 王院长接受访问时表示 不便对教育部提告表示一切 但希望学生 给学生爱与尊重的感觉 多沟通 相信问题还是有解 好 我们关心每位公民 参与封运动的 相信 那大家就会想到 太阳花的时候 学生冲进立法院 他没有提告 他是没提告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立场 他的态度是这样 所以 爱与尊重就很清楚了嘛 提告绝对不是 爱跟尊重的表现 可是教育部有爱啊 教育部叫 学校不要给这些学生记过啊 对 可是叫校长跟老师去找家长 然后一方面提告 而且当天晚上就要去找 要有爱啊 你不要记过 我只是把它告了而已啊 所以王院长一直是说 你教育部 对 你发函给各个学校说 不要给他们记过 可是你自己却要提告 那不是神经有问题吗 那王院长就提醒你 教育部不要再搞这种事情了 包括毛治国出来讲了 就是说你对学生要宽容一点 可是我搞不懂耶 一个行政院长讲的话 教育部长竟然可以不遵守 坚持要告到底 就很... 有爱啊 爱的教育 我告你们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爱 那是爱 是不是 不用去训导出 但是要跑法院的对 对 刚刚在讲这个王金平的粉丝 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我真的 其实我有点感觉 因为这几个 国民党根本要选 今天播出之后 他的粉丝会不会多五个 五个 不止五个啦 至少五千个啦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 还不知道 他有粉丝团 因为大概我们新闻界的人知道 一般的选民 大概还不知道 王金平有弄一个粉丝团 洪一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柯P 他一下子串红 除了说来我们节目之外 他的脸书非常多人在看 而且他的脸书自己写 然后对很多事情直接回答 那现在的年纪人喜欢这一套 那国民党 比较这个old school 比较老态 他几个有可能选 现在已经洪秀柱出来了嘛 可能洪秀柱之前 根本没有被谈及的时候 王金平 甚至点郝龙斌 吴敦毅嘛 朱立伦这几个人 大家都在 除了朱立伦也有比较多以外 可是朱立伦他的脸书 也不做这样子的互动 他跟蚂蚁九比较像 就是比较像政令宣道 就是这样 可能你也不会觉得 那是他个人写的 那王金平现在出了这个脸书 让我觉得值得关注 王金平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吗 吴敦毅他后来拒绝 因为他已经放弃 吴敦毅他本来在想 等一下 这个是王金平的官方粉丝团 他是有打勾勾的 他认证的 由王金平与热血台湾人 一起经营的 所以代表他的立场 再来他有讲 一切平常心看待 谢谢冠心 一定龚道博那个才是 没有啊 龚道博有很多 你要打台湾龚道博 对台湾龚道博 那个 王金平的粉丝 不是 一种龚道博在标榜 对 那现在问题就是 他没有参加党内的初选 没有去领表 而在全代会的这几天 他成立了台湾龚道博 其实全代会之后成立了 所以代表了 我觉得他并没有放弃 他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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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选中 我现在想要讲的就是这一点就是 他本来都 应该 朱立牛给他某种的暗示跟承诺 所以他没有去领表 因为他也不想要那样子去领表 厮杀 党内就是拜托我选 这个就是我前两天讲的 对 那马英九的部分 请大家去帮我解决 所以他没有去领表 可是没有想到 因错阳差 洪秀柱他出来 而且甚至过关展将 民调又高 那在民调前 他还讲了义不容辞 就反效果嘛 他照这样讲 这个个性比较 不会求战的王金平 应该就保守 我们看他都是这样 一路到全代会 可是在全代会之后 他居然成立了这个 他没有放弃 他在什么时期要出来呢 现在我觉得 他没有放弃 不代表他最后 就会变成候选人 这两个是分开的 可是他的动作 让我觉得他没有放弃 包含他成立这个粉丝团 他承认就是他的粉丝团 他不会像吴敦亦可以说 那个不跟我没关系 那是有人 第二个就是他粉丝团的精致程度 那是有你选 有你做 大家有设计 不是说突然就 看看报纸 然后写一两篇 这样个人粉丝团 不是 所以我觉得 他背后的挺王的组织 他们还是决定动起来 那决定动起来 结果会是什么 不是啊 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其实前日我有讲到朱王会嘛 那朱王会 现在朱跟王都承认有会 但是他们都 第一个王对内容 他不愿意讲 可是朱说 他们只谈到立委的选举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前日会就碰面 那所以王今天还再撑下去 有人讲啦 王再撑下去 是不是党内有些高层 有暗示他一些什么事情 有的没有的这样 那到最后 因为这个人 也过去也承诺过很多事嘛 那也不一定有成功 所以呢 就当做听听好 就当做一个过程来听 那最后到底会不会达成目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但是如果没有达成这回事的时候 可是王金平这样子做 也是对自己2016年之后是有利的 而且他最近的动作很奇怪 他包括也引述了李登辉的话 台湾可以没有国民党 对 李登辉的话在国民党里头是 是被骂死的嘛 那有一些那个肖叫狼 好像那个国民党的北部的人 不是特别喜欢骂李登辉吗 可是呢王金平又特别引用李登辉 说国民党不能没有国民党 台湾不能没有国民党 台湾不能没有国民党 那是两党政治 所以我跟你讲 那时候是他心脏不好的时候讲的 不是 反正他特别拿出来用 而且是不忌讳 犯这个国民党内的那种一些众怒 因为国民党现在对李登辉是很感冒嘛 你这个什么拜选 两天人拜选之后你就落跑 然后你主张台独啊什么什么的 可是王金平还是大胆用李登辉的话 我觉得他都是在抠他所谓本土的这一块 他是在救他他的中南部的选情 帮国民党救中南部的选情 那就让自己 人家不是说如果你中南部选很差 你王金平就完蛋了嘛 什么什么的 他其实还是有在努力救中南部的选情 那救完之后2016年 我觉得他没有立法院院长位置了 可是在国民党内可能是一个主导的位置 那个王一哥我补充一下 凤姐讲这个 这就是关键 现在我相信 不只我们现场的几位 你现在去路上问 认为国民党2012能够选赢总统的 我相信10个人不会超过两个 可能还有一个觉得 我觉得国民党会赢 其中有一个是红秀柱 对 我相信 我相信或许连红秀柱本人都知道他不会赢 那以现在这个局势 红秀柱他只能选到底 可是呢 你要用其他方式去逼对他 那是不太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不要选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现在讲有没有可能 他有什么理由自己退 5% 4%身体的因素有讲过了 可是他现在说他可以 可是越跑越累或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王津平在做一个准备啦 之前有错失的机会 或做错的判断都不讲了 包含朱立伦也是 他也可能做错的判断 现在都已经 站在明年国民党要输的情况之下 我该做什么 明年国民党1月16号输了 谁当党主席 哇 太坏了 对啊 现在只能这样想 现在当然要算啦 所以为什么王津平会在全代会 已经政治提名洪秋柱之后 他不是归隐山林 而是 他的态度变成是 我就是立法院 为难我就是为难立法院 而公道部粉丝团出来了 而且呢 跟中南部的立委保甘情 你们不一定要洪秋柱去站台的 我来站 如果有机会 要我出来扛 王津平也不见得他会赢 可是他告诉人家 他用李登辉那个话 台湾也不能没有国民党 因为两党要制衡 可是台湾不能国民党 不等于明年国民党会赢啦 宏林更懂我意思吗 台湾不能没有国民党 你现在这样说啦 国民党会输 可是国民党不能输到死绝 以后才会监督民进党 那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如果明年你要我选 我出来扛 我选输了以后 我会不会是精神领袖 我能不能成为2016 朱立伦之后的国民党党主席 这是朱立伦 王金平 甚至洪秀柱还有郝龙平 都在想的问题 这四个人都在想 选输总统之后 谁要当党主席 这才是总统 所以现在的布局 都不是为了2016的总统 2016的总统 都是总统的输啊 总统之后的一个局面 是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希望2016之后 党主席工作 这样 我觉得他是这样做 是在负责总统的总统 2011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一直以为MG-19 已经落幕了耶 因为罗鼠类有去提高 还没完啊 没完啊 当然名字也没什么兴趣了 对啊 可是我们以为 一句话就好了 所有的检验有多么的 磕 对 多么的磕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想说我已经落幕了耶 没有耶 不是啦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的 严谨的去检续讨论过了 可是司法方面 因为他已提高了 他司法的程序要做完啊 司法的程序要做完啊 对啊 程序要做完啊 不是说他现在出庭 就怎么样了什么的 其实我倒比较想问 张家俊会不会退场 会啊 会啊 会吼 因为洪秀住下去 他都没带的耶 正好带小朋友出国喔 他老爸也没去耶 张荣卉 张荣卉的 张荣卉 最近啊 上个礼拜 上礼拜 上礼拜六 都许我一个非政治人 来看这个世界 当然啊 因为我那天 因为我选举过嘛 所以我出去大家都还是有兴趣 聊天聊聊吧 张家俊出国 有几个蓝的 张立善 张荣卉 张荣卉 张家俊都没去耶 对啊 所以这个已经很确定就是 他们走的是王金平路线 原本也是 王金平路线 王金平在跟马英九 马王政政的时候 去机场 有2000个人在那边拿的这个 太阳花 就是向日葵迎接王金平 他们就是张家俊的后援会的人 从云临上来的 一点点时间 这个洪秀出下去 林昌明也不够 对啊 郑鲁芬也没有啊 他选过县长 国民总的挺好 这几个就是张素雯在讲的嘛 选后去那个还会走的 其实不走也会死的这种人嘛 郑鲁芬也不去 对啊 郑鲁芬啊 林昌明啊 然后那个 他爬也还有截斗 他爬是议长耶 是议长啊 对啊 他不是靠限了国民党 帮他挺上去的嘛 他那人有辩护的人 我带他们说一下 说那才去的帽是没去啦 就是到邦文的时候 有一个党的座谈会啦 林昌明有去啦 然后那个谁有去 那个 郑鲁芬 王惠美 王妹有去 然后郑鲁芬好像还是没去 所以他说 欸张华立有没有像 你们讲的都没有去啦 还有 不是啦 我说你党部座谈还有 我来一下问贼的岛游哦 但是你在公开拜票的时候 记得在拍的时候 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出现啊 你一定要去嘛 你立委候选你当然要去啊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代表说 洪秀柱并没有办法再让他再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已经当选 他要跟民进党的人选立委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变成是 为什么张家俊不要跟洪秀柱 一起去拜票 那不要管你啦 我跟你拜票我可能会因此落选 我都已经很危险了 这是现实的问题啊 另外就是因为主委总干事 我找贵关宗 找贵廖寮宜 现在找贵宗永泉 有字还没讲啊 有字 我只是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啦 因为大家你们讲 都神级的人嘛 王晋庭吴敦义什么的 我那天跟台北市 大概有六个有四个议员 大概喝酒吃饭 他们说有个理论 他就是没有在选总统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关注的是那个副总统 他们认为说副总统的位置 将来会是培养另外一个人 因为副总统这个位置已经变算了 我就是就倒了嘛 对啊副总统像啊 对有嘛 现在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位置 没可能撞到 其中有个议员是北投的 他讲一个名字我就蛮好笑的 但是我想一想不无可能 听出来笑一笑 偷友宜 好笑吧 但是你想一想也不无可能 我觉得殷勤名还比较适合 不是 因为他的 然后人副总统当总干事 所以他不愿意做个 红红妹 红红妹 很厉害 很厉害 对 下一个人是 现在一点点 不是月同光 那你是谁讲的 你已经疯了吗 你已经疯了吗 是谁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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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婆媳问题 儿子跟母亲互杠 解不开的女人习题 跟男人有什么关系 婆婆要教训媳妇 是媳妇不受教 还是婆婆有问题 今晚11点 请收看 新闻 娃娃娃 我疯了